每次凤凰降降 现在就是走路 就是需要拐杖 不然我会可能要撞我一下 我就平衡感不好就跌倒 四十不过的年纪 李小姐的人生多采多姿 有着喜欢的工作 能跑能跳的硬朗身体 却在去年6月18号 打了第一剂的AZ疫苗之后 出现四肢无力容易跌倒 连蹲马桶都站不起来 状况长达四个月 而且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期间看过了骨科 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 感染科 睡眠障碍科 甚至早上中医针灸 却没人能够给他答案 直到最后到了台中就医 医生抽取了脊髓液 研判有可能是疫苗 诱发格林巴黎症候群 6月到12月 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 然后就是我的工作也停摆了 陷入一个非常恐慌的过程 因为我也不知道 要看哪一科 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医生 加上台湾没有所谓的整合科 更出现不停转整的提皮丑问题 而长达一年没有工作的损失 原本指望疫苗救济 但光是审查又是冗长的过程 主要审议小组 每个月只开两次会议 一次只审理五十多案 累计审查大约六百件 相较于八千多件的申请数 根本缓不进击 而且通过率也只有百分之五 指望中心表示只要完线上没有无法确定的字眼就会尽量衡量让民众获得补助 也已经扩充预防接种的伪办单位人力加速审查工作 华日新闻的莱雅李世健 翁前晃台北报道